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就是分別心 其實你是被你的眼睛騙的 被眼所欺 我們講內在來講幾來 內在 賴茂香 我不能講說賴茂香他的心地怎麼樣 大神伯的心地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你會被這個外相所欺騙的 外相這個很漂亮的 很美的 你知道那個美人上面加兩個字 上面第一個字是snake 第二個字是會咬人的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美人 但是你被外相所欺的時候 你就是被你的眼睛所欺騙 你沒有看到真實相 這個佛法講的都是講真實相 都是講真實相 那麼一切的外相啊 經常他欺騙人 他完全是在有一種欺騙的這一種 作用在裡面 你只是看外表 往往往被你的眼睛所欺騙 往往被你的眼睛所欺騙 這裡講的這個 很好聽的 但是你聽到這個烏鴉叫啊 你就覺得 他就叫這種聲音 他就叫這種聲音 他說這種聲音是什麼呢 什麼聲音 其實這個聲音才是念咒 我講過烏鴉 他念這個阿彌陀佛 那個阿 我們這個念咒 阿彌陀佛 那個阿就是烏鴉叫的聲音 那個阿可以成佛的 所以你被你的耳朵所欺騙 那黃音那個叫聲雖然好聽 是迷迷之音 反而烏鴉叫的這個是在持咒 所以你對被這個聲音所欺騙 其實我們你知道這個男生啊 男生啊 也經常被這個女生的聲音所欺騙 他女生的聲音啊 這個稍微變一下調 這個男生的這個心啊 就跳一下 對不對 對 女生的聲音只要他這個 稍微捏一下 那男生的這個心靈啊 他就會飄一下 這是被聲音所欺騙喔 他假如發出這種聲音的時候啊 一定是另有企圖 你真正常常的你為什麼不發正常的聲音 為什麼會有這種聲音出來呢 那他一定是想要做什麼 那一定是另有企圖跟另有目的 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或者他不必嘛 他不必用他的心跟聲音來變調 來覆起你的心靈 來覆起你的心靈 那麼你會被這個聲音所迷覆 然後被這個聲音所欺騙 所以呢我們對於這個這個聲音的好壞 也自然會產生分別心 也容易受這個這個聲音所欺騙的 這個是很顯而易見的 那麼在這個社會上啊 經常有這種事情 好像是說這個聲音啊 像我們念佛的聲音這個環音 跟這個社會上的這個迷迷之音 或者是流行歌曲 或者是一般的這個音樂 藝術歌曲 他都有層次的這一種不同的 一種迷人的一種力量 那麼我們要找形這個真正的這個法音 你要認識聲音的原來的真實面 他聲音也有他的真實的那一方面 跟虚幻的那一方面 你必須要認出他的實相出來 這個佛寫裡面講六成 六根都有真實面 跟他的虚幻的一面 他談到這個香 大家知道了這個 過去我一個外號叫做文香教主 然後人家叫我說 欸 盧森燕你是文香教主 其實文香教主不是很怎麼出來的 因為我常常講一個笑話 因為我們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時候 這個同門有時候坐車坐了很久 坐飛機坐很久 他就想到要上這個一號 我說上一號很簡單的 一到哪裡鼻子這樣 啊 就知道這個廁所在哪裡 我就是這樣子講一個笑話以後 大家就說這個是文香教主 其實這個文香教主不是我當的 以前有一個這個跟我們出去旅行 他是一個年紀很大的老人家 那麼他經常一下子 他就要上一號這個小便這樣 然後他找廁所的本領很高 所以我們就叫他文香教主 不是我 那麼文香啊 這個香跟臭的分別 它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知道香的我們大家都喜歡 那麼這個臭的我們大家都很厭惡 像我年輕的時候啊 他第一次 Four time Dancing store 他第一次跟舞小姐跳 哇 你不要嘴巴張那麼大好不好 第一次第一次跟那個舞小姐跳 我也很坦白講啊 我都講過了 第一次回來睡不著 沒有辦法 你那個手拿起來看 一聞看看那個手 哇那個香味很香的 很香的 一聞到那個香味 哦 整個人都快要暈倒 都發暈 這個頭這個人家講 花音第十三章啊 或者三十六章 也不知道幾章 這個頭就很暈 聞了 是有味道 是那個香味 不知道從哪裡發出來了 他那個身體靠在你身上 你身上自然就有香味了 回來這衣服都捨不得洗 啊 這個手也捨不得洗 這個手有香味了 身體都有香味 那個香啊 連戲三個晚上啊 繞你的這個睡眠 他不散了 你看迷到這種 這個 這種程度 啊事實上 那個 有很多人用這個香粉啊 這個香水啊 或者這樣子 也能夠引起人家的好感 好像握手的時候啊 你去握那個手啊 握了以後啊 你這個手發出那個香味 你對對方呢 也有一種很好的一種感覺 或者你跟對方談話之中啊 啊 聞到他的那個身上的香味 你對他也有一種 比較好的一種感覺 其實從香跟臭味 也會產生一種差別出來 也有一種分別性出來 但在佛寫裡面啊 他也提到這個問題 佛陀曾經帶著這個 這個 好像是說去分別啊 去分 叫那個阿難啊 去分別這個香臭 在佛寫裡面是有的 那麼我們也曉得 色深香味 不要談味了 因為味太深了 好 這個 談醋好了 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說這個皮膚啊 男女就有別 這個女的皮膚 你人的皮膚啊 他就是比較細的 那男的皮膚就比較粗的 那麼Baby的皮膚啊 是又透明又粉紅 又細又白的 那個嬰孩的那種皮膚很美 那麼老人家的這個皮膚啊 是又粗糙又有皺紋 又汗線毛孔又大 又長老人幫 嬰孩的皮膚我很喜歡 一看到那個Baby的那個臉 就喜歡去給他摸一下 這是一個馬上就產生這個翻喜性出來 去給他摸一下 我這個摸這個嬰孩的皮膚 我想 是很純潔的 我心啊 是很純 我很喜歡 那種喜歡 是跟一般的那種喜歡有不同 但今天你只要去摸一個小姐的皮膚啊 我今天這樣子講 你只要是說一個很漂亮的小姐 然後你去處 偶然之間啊 不是說你故意 我不能教你去故意 好偶然之間 好像說你走路去碰到啦 或者是說你突然間閃身的時候 不小心你去碰到啦 你的觸覺是怎麼樣 你自己說嗎 那種感覺啊 真的是有異樣 我們講是不是同樣的感覺 是異樣 異樣的感覺 所以是偶然啊 去碰到啦 說好像師尊在照相 啊 很多你自己跑到師尊旁邊來照相 那個法師在旁邊看 他說欸 不可以碰到師尊 其實你碰到我 我是沒有感覺的啦 啊 我是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 那說不定那個小姐有異樣的感覺 對不對 因為師尊本身不一樣 他認為說 師尊的這個觸覺就會不一樣的 他們的感覺上是這個樣的 就是有異樣的感覺 所以有的 有的時候啊 他們照相的時候啊 就靠得很近 這個肩膀上被靠得好像被壓過來 這個樣子 有的從 從我背上這樣靠下來 那麼有的呢 甚至於這個 吃師尊豆腐的也有 對不對 他們有些人 他們像印尼的弟子 他認為說 欸 碰一下師尊喔 身體會健康啊 會得到這個財富啊 會得到怎麼樣 他們的感覺 那就是異樣的 異樣的一種感覺 今天叫幾個男法師 去碰一下這個 很年輕的小姐 他心裡上 他的禪定功力還不夠的話 心裡上也會產生異樣的感覺 一樣的 因為男法師也是人啊 他都會產生一種異樣的那一種感覺出來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叫你到那個那個養豬場 你去摸他那條豬 那個豬皮啊 你知道美國的豬是白色的 又白又潤又細 又吃起來又香 你去摸看看 你有沒有異樣的感覺 美國的這些養豬鹽啊 那個豬很多了 都是白的 又白又細 那個皮膚又潤 又白又潤啊 你去摸看看 你可以摸豬屁股 這個就是分別性 同樣的 又白又潤又細 同樣啊 為什麼你產生不同的感覺呢 你就是被觸覺所欺騙 所以呢 你假如是把一條豬啊 你不要看他 用一個布簾蓋起來 他在那邊 在這個布簾的那邊 你人在這邊 那麼你用手去摸看看 你不要眼睛不要看喔 用觸覺的 你去摸 你心裡產生異樣的感覺 但是把窗戶一打開 哇 你暈倒耶 因為你摸到白柱 那是不同啊 這個是觸覺 今天 你碰到賴默香 轉身不小心碰到賴默香 一般的男人回去他會睡不著 男士回去會睡不著 你碰到大神伯了 你轉身不小心碰到大神伯了 你也會睡不著嗎 你睡得很香很甜 不同 對不對 那就不同 那種感覺上就是不一樣 這就是你本身的 觸覺上的分別性